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感知计划平台还表示 致使这下编号为960042的美国空军E8C空地监视飞机自9月11日以来第四次进入南海执行任务 该机曾在9月11日 9月13日和9月14日飞入南海实施高强度侦察 美国空军装备的E8C联合型飞机是一款空地监视飞机 该机型全称为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 搭载由美军最先进的基载对地监视 目标搜索和战场管理系统 堪称美军空地一体作战的中枢神经 该机可以在防区外对地面目标进行探测 识别 分类 并实时将数据传递给后方指挥所 南海战略探视感知此前表示 E8C飞机所监控的对象并不是空中和水面目标 而主要是地面目标电子和雷达系统 用于对地面静止或活动目标进行定位 探测与跟踪 其纵深距离可达到250公里左右 该评还指出E8C如此平凡地抵近中国广东 海南岛近海 在历史上也较为少见 9月9日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出席第十届东亚峰会外长会时表示 仅上半年 美国就派出进3000架次军机 60余艘次军舰 包括多批次轰炸机和双航母兵队 不断在南海炫耀舞弊 强化军事部署 甚至在与其毫不相干的争议海域横冲直撞 肆意推高地区冲突风险 正在成为南海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对于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活动平反等情况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清大孝 在8月2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会议称 近期美方加大对华挑衅施压力度 对此我们的态度清晰明确 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奉劝美方一些政客 认清现实 保持理性 停止挑衅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